大家好,我是要崩溃了的猪教授 以前听说过十字花科的蔬菜比较招虫子 结果没想到这么能招 今天我又在他身上发现了这种绿色的好像是牙虫的东西 我这还只是一个小苗苗啊 这是我从生死线上救回来的一个菜叶子而已啊 你们这些虫子就不能放过它吗 而且不仅仅是胎一颗 旁边所有羽衣橄榄的叶子茎上面 我都发现了这种虫子 另外还有一株鸡鸡菜 这个上面爬满了虫子 它们真的是特别招虫子 招虫子也就罢了 我看我的这些菜都已经萎靡不振 好像开始枯萎了 是不是这些虫子身上也传染什么细菌病毒之类的东西啊 我得赶紧去查查 想想办法把它们救回来 一勺小苏打 一勺就是15毫升 一勺植物油 准备一个喷壶 我们出发了 杀虫去 我感觉喷这个东西没用 喷完之后 你看这个虫还在爬呢 反正当时是没看到效果 我不知道后边会怎么样 再观察一天吧 不行的话就换方案 哎呀我闹了个大乌龙 昨天是人家那个杀虫子的配方 人家是要小苏打 加上油 再加上几滴清洁剂 然后我搞错了 我拿了这个油 实际上是醋 这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啊 看着挺像油的 结果没想到这瓶是醋 我给弄错了 真是不好意思 我错怪人家了 怪不得我那虫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呢 原来是我弄错配方了 又弄了一小勺油 加进来试试看怎么样 这个醋跟这个洗洁精 还有小苏打质 都是酸碱中和反应就没了 倒进去就没了 当然那个虫子不怕了 我搞错了 看看一会儿回来这个虫子怎么样 会不会死 换了正确的配方 我们试试看 这个虫子我不杀死它 我等一会儿过来看看 等晚上过来看看 它还活着吗 我感觉这边的都挺有效的 至少这个喷上去之后 把它们都粘连住了 看着上面水珠都把它们粘住了 之前它们身上不知道 是不是有一层保护膜 还是什么东西 能够把水排开 但是这次加了油之后 你看它们 好像是被水困住了 这样就让它们窒息而亡了 有可能 观察观察看看怎么样 还有没有 感谢观察看 观察看